说到发彬彬,现在可以说是一线大台,堪称巨星都不为过,因为其名气不仅在国内知名,更是享誉全球,国际知名,而与其同为国际知名的女星,还有一个就是张子怡了。 张子怡出名,不仅仅是因为其打进了国际市场,更重要的是,其很早之前还睡过国外友人,因此张子怡便获得了国际章的称号。 而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位国际章,其飞轮使真的甚比范冰冰只多不少。 记得当年国际章打进国外市场以后,其最出名的,就是与一个老外一起沙滩游泳的丑闻了。 两人在沙滩上的情侣表现太过开放,图片已经在网络上曝光以后,就让网友们纷纷瞠目结舌,表示实在无法接受。 这竟然是我们心中的女神国际章做出来的事,于是网友们便对其好感大减,国际章也因此名气弹出了起来。 然而,好景不长,国际章并没有跟这个国际友人微微继续交往下去,最终还是以分手告终。 如,今的张子怡早已回国家给了汪峰,还跟汪峰生了个小宝宝,每天跟汪峰一起秀恩爱。 然而,就在前不久,网上突然爆料出国际章的全外国男友微微幻友爱滋定,消息已经爆出,很快就被网友们传得沸沸扬扬。 曾分猜测,张子怡有没有被传染过,但是很明显肯定没有过。 不过,随后又一则关于张子怡初恋男友患爱滋定的消息,在网上曝光了,这个被爆的张子怡的初恋男友叫做高峰。 说到高峰相信很多人都不认识,但是说到大中国这首歌大家一定记得,曾被奉为一代经典歌曲。 而高峰就是考唱这首歌爆红,当年高峰在乐坛可以说是叱咤风云。 许多知名歌手都翻唱过他的歌,还曾被揭晓冬、黄哥、老郎等知名歌手写过歌。 在圈内的名气之大,远归一般歌手可以脾气,而就是一个如此有名气的歌星,最后却看中了张子怡这位刚出道的美女,并且还成为了张的初恋。 并且对于张在娱乐圈里的成长,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,但是最后高峰是因为牢记而患上了艾滋病最终不治身亡,而高峰也成了张子怡一生最大的遗憾。 看到张子怡两位前男友结婚艾滋病后,网友们顿时想到了王妃前夫都透顶之事,于是纷纷表示,光峰再小心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